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 这个仇咱们是一定要报的 我和你爹是一个头刻在地上的结义兄弟 又是儿女亲家 要给你爹娘报仇 典归你报仇 你就投拔路去 不 这个仇我自己报 叔 你下山吧 罕见不会山伴奔西 孩子 下山吧叔 好 你保重吧 叔给你收拾东西 快点走吧 运务队那边集了专货 你急什么明天才起运呐 小伯 叫二子这他妈是你带的地方吗 走啊走啊别搭理他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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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仓次郎 到 我代表金部 受于你大东亚圣战荣誉新章 高仓次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仓君 你是帝国军人的典范 是帝国及我器重的军人 我才放心 你的责任重大呀 可是将军 次郎的位置应该在前线 高仓次郎 服从命令 是军人的天职 你不会叫我失望吧 高仓君 高仓君 到后方也是在为帝国作战 没有稳定的后方 前线的部队怎能安心作战 后方也不安定 八路军游击队频繁破坏 你的任务是要剿灭当地游击力量 保护好后方军需物资 你的明白 请将军放心 高仓君 努力吧 不过 你是有什么要求吧 将军 次郎是否可以带自己的人手去古阳 人员你自己选择 并且古阳守备司令部军官的任免和处置权 都归高仓君这样满意了吧 多谢将军 朝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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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